現在要分享另外一個好康 是今天早上我寫的這個文章跟大家分享 這個也是我們昨天幼兒班的朋友 就是在我們自己幼兒班的私密社團裡有去 就是張貼這個訊息 我一看我就覺得不得了 這個真的很厲害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它這個HCE台灣Pay的這個活動 它其實在2016年跟2017年都有 退出不同的活動 比如說2016年它是綁MESA account 2017年它是綁Visa account 那它這兩個年度的活動都是 就是你綁一張卡片然後認刷一筆 用台灣Pay認刷一筆 它就送你100塊刷卡金 所以其實我個人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好賺的 因為你基本上你只要刷一塊錢 就拿100塊 等於是你的贈收益是99元 你綁越多卡片你會有增越多 所以我在2016年那一檔 我大概賺了6100塊刷卡金 就是我綁61張卡金 真的很不錯 那在2017年這一檔 這一年就更厲害了 這一年它有三個月的時間 好像是從9月到12月這段時間 還是八九十三個月份 那我在2018年一月的時候 就寫一篇文章跟大家分享出 我總共賺了多少 就是所有的銀行透透下來 我總共好像是賺了好像兩萬一千多塊錢 就是我綁了兩百一十多張信用卡 然後就賺到了這麼多 所以我個人覺得說 如果你平常不喜歡亂花錢的話 參加這場活動是可以賺錢的 非常簡單 尤其是今年度的JCP的活動 它就更簡單了 你甚至不用刷一筆錢 你只要把你的信用卡開卡拿到了 把它綁進去就可以拿到優惠了 這個真的非常的簡單 所以說呢 我就請我家裡面 我都是叫我弟弟幫忙 就是他家裡面就是 我家裡面都是Android手機 所以就是請他把我爸爸媽媽 還有他自己的信用卡都綁上去 那3月1號明天開始 你就可以解任務了 那再來我自己的部分 就是我在請我弟弟 準備一台Android手機 然後把我的信用卡全部綁上去 就完成任務了 所以如果您家裡面 是有Android手機的部分的話 請您一定要特別把握好這個機會 那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也不用擔心說這個到底多久多久就會買 為什麼 因為這個有JCP卡的人其實也沒有那麼多 但比如說彰化銀卡 你不可能它有三張JCP卡 你全部都辦下來的 這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大家的起跑點都是一樣的 就是你可能了不起你身邊 湊一湊你大概是只有兩張三張的JCP卡 沒有關係 你3月4號下禮拜一就是上班日之後 你再去網路上加班就好了 所以大家的起跑點應該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如果身上有多少信用卡 你就趕快去辦就是這麼簡單 當然現在就會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卡到用時幫很少 所以為什麼平常我有事每次都會辦信用卡 或累積信用卡 就是在這種有活動的時候出來 我就可以立馬綁卡 立馬取得先機就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也不要覺得說 玩信用卡覺得好麻煩 要辦卡什麼的 其實沒有沒有你想像中那麼的無趣 因為像這場活動我個人保守 第二或是取他們第二卡神 然後就趕快去辦卡 就是挺簡單 對啊